斯蕊范是个聪明人 尽心尽力辅佐提帮工 提前锁定摄政王姐宝座 泰王马哈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 年老的时候却被继承人问题困扰 则四虽然不少 还是没有称心如意的储君 立处问题也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其中斯蕊范的身世最为特殊 如果不是高僧的一句话 或许现在还被流放在海外 11岁的那年迎来了人生大变化 斯蕊范以护国神兽的身份回国 开启了自己传奇的宫廷生涯 根据泰国媒体爆料 斯蕊范公主被册封为少将 王室待遇也瞬间水涨船高 按照马哈国王的预想 重点培养对象是帕公主 泰国小公主则是个不起眼的配角 帕公主生病住院后 斯蕊范公主迎来了人生转机 王室公务数量直线雕首 不得不感慨斯蕊范是个聪明人 越是顺风顺水的时候 越懂得为自己的未来筹谋 斯蕊范从小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因此情商和智商都很高 只有这样才能在尔虞我诈的后宫中生存下来 如果不是希拉米的出现 斯蕊范公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母爱 希拉米王妃虽然出身卑微 但是性格柔顺很有爱心 给了斯蕊范很多的关爱 正是因为这份善意 彻底俘获了斯蕊范公主的心 多年来一直深藏在心底 如今夺嫡之战已经爆发 铁邦公无疑是唯一的继承人 也是泰王的心头肉 把公主生病倒下后 铁邦公王子的胜算更大 斯蕊范也开始公开支持弟弟 从这段时间的公务安排也能看出 泰王有意培养斯蕊范 想让他未来辅佐提帮公 这个角色原本属于帕公主 只可惜大公主身体不允许 重担才落到斯蕊范身上 泰国小公主冰雪聪明 当然懂得如何利益最大化 因此不遗余力支持弟弟 斯蕊范公务数量不断增加 接受了外交和慈善公务 成为曼谷王朝的核心人 虽然希拉米只比斯蕊范大十多岁 但是却给了小公主最需要的母爱 这份感情真是难能可贵 当年为了给小公主加油助威 希拉米带着提帮公出席毕业典礼 给足了妓女面子 如今到了斯蕊范该表示的时候 因此才会毅然决然 选择辅佐提帮公王子 这场没有硝烟的宫斗中 苏提达王后彻底落败 根本不是希拉米母子的对手 苏提达西夏虽然有此事 但是王室却石头否认 甚至公开发布海报 但讽王后没有孩子 马哈国王绸谋已久 相信很快就会有大动作 前朝和后宫即将迎来新变化 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预测 泰王是在等待提帮公成年 到时候很可能会举办立处典礼 提帮公王子茁壮成长 即使没有必要太过高调 心急反而吃不到热豆腐 至于斯蕊范公主 未来绝对会被重用 甚至有望成为摄政王姐 只能感慨人算不如天算 斯蕊范原本只是王室旁之 如今却被推上历史舞台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泰国民众不遗余力支持提帮公 同时也对斯蕊范很有好感 只要这对姐弟精诚合作 相信能够排除万难 将王位和权力牢牢握在手里